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曾洒下一位老将 征战沙场的汗水 数不尽的丝绸印记 编织起一缕缕深刻记忆 那么这段爱情故事的主人公是谁 那位年过古兮的老将 又给西宁带来了哪些改变 以史为鉴 文荣东西 古城城在家国梦 河南大学程碎莹教授 将带领我们走进一座座 《思路古城》 讲述那一缕丝绸串起的千年历史 一条陀陵古道踏出的传奇故事 敬请关注《思路上的古城》 第四集 天地大美 画西宁 大家好 在上个世纪的时候 有一首名歌非常的流行 直到今天我们唱起这首歌来的时候 还会有很多人觉得非常熟悉 我也非常喜欢这首歌 唱得不好 给大家唱两句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 人们走过大地长方 都要回头留恋的掌握 白儿都要迶远的掌握 翻 стен 这是前两段 这首歌呢 我觉得歌词非常的优美 曲调呢也非常的悠扬婉转 而且情意深长 给人一种回味无穷的感觉 这首歌呢 曾经在我国传唱了六十多年 令几代中国人为之陶醉 那么这首歌是谁创作的 那遥远的地方指的又是哪里 那么有着红红的笑脸 和美丽动人眼睛的姑娘 她又是谁呢 这首歌它的创作者 是曾经被誉为西部歌王的 王洛宾先生 王洛宾先生呢是北京人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呢 他来到了大西北 一方面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 另一方面从事对于西北民歌的 搜集整理和音乐创作的工作 在1939年的时候呢 王洛宾先生来到了西宁 在西宁的一个中学 教授音乐课 就在这一年的夏天的时候呢 著名的电影艺术家 郑君李先生 他到这个西宁的金银滩 来拍摄一个纪录片 叫《民族万岁》 有的史料上记载是祖国万岁 他就邀请当时在西宁 已经小有名气的 王洛宾先生 出演其中的一些镜头 这个金银滩呢 在西宁以西一百公里左右 是青海湖畔的一个大草原 游牧民族的天堂啊 非常的优美 而按照郑君李的安排 王洛宾要和当地的一位 叫萨耶捉马的藏族姑娘 来进行配合 藏族姑娘捉马 饰演其中的一个牧羊女 而王洛宾呢 出演这个牧羊女的帮工 这个拍摄呢 在金银滩草原 进行了三天的时间 在这三天里面呢 王洛宾和捉马一块 并马驰骋在辽阔的 金银滩草原 两个人呢 在三天的时间里面相处 他对于美丽 活泼的捉马姑娘呢 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这位捉马姑娘呢 其实绅士是很不一般的 她是当地的一个 牵户长的女儿 可以说是一个大家闺秀 在当时的金银滩草原呢 有一个说法 说草原上最美丽的花朵 是隔方花 而在金银滩草原 最美丽的姑娘 就是萨耶捉马 所以捉马呢 是当地一个出了名的 一个美丽的姑娘 三天的拍摄 很快就结束了 结束之后呢 王洛宾要从金银滩草原呢 回到西宁 捉马姑娘呢 就骑着马 送了一程 又一程 一路上呢 两个人默默无语 等到要翻越一座山岗了 王洛宾劝卓马姑娘 别送了 他转脸才发现 卓马姑娘粉红的脸颊上 已经挂着一串 晶莹的泪珠 而这个时候呢 王洛宾先生 可以说是私如泉涌 望着卓马姑娘 一一不舍 打马远去的背影 而这个时候 王洛宾先生 那时候 在那遥远的地方 就像行云流水般 从他的胸膛里面 飘了 回到西宁之后呢 王洛宾先生 奋笔疾疏 深情的歌唱 很快 这首歌就在西宁 流传开来 后来 又鸿遍了全中国 走向全世界 一首在那遥远的地方 揭开了一段 尘封已久的往事 在歌中描绘的场景里 西宁好似一望无际的草原 三三两两的羊群 犹如草原上的白云 其实不然 人们来到西宁 就会感受到西宁的周围 是一片千末纵横 凉田便宁的情景 如果不是因为这里凉爽的高原气候 似乎与中原的农耕地区没有太大的差别 那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西宁这块土地变成了一个农耕区 又是谁把农耕文明的种子 拨洒下来 要说到这样的一个转变 我们就不得不提到 两千多年以前 汉朝的一位 势炸风云的一位老将军 在两千多年以前的汉武帝时期 西宁这个地方 它不叫西宁 叫西平亭 这个亭是一个 当时西汉的一个行政和军事单位 而青海东部的这块区域 就由西平亭来进行管理 但是到了汉宣帝的时候 西宁所在的这块区域 就被我国的一个游牧民族 叫羌族的一支 叫仙灵羌所占据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派谁去平定仙灵羌的判断 也就是收复这块地方 当时就有一位老将军 毛遂自荐 向汉宣帝 说了这样的一句 豪言壮语 他说 我看 这个事情 没有比派我去更合适的人选了 意思就是说 舍我其谁 这个事情 非要由我来做 这位老将军 当时已经76岁高龄 年遇古西 他是谁呢 他的名字就叫赵宠国 这位老将军非常不一般 他在汉武帝时期 就征战西北 与匈奴作战 因为作战勇敢 所以被封为中郎将 他善于其社 而且史书上记载 陈勇有大略 非常冷静 而且非常具有战略眼光 所以后来又被封为后将军 可以说是三朝的老臣 汉武帝 汉昭帝 以及汉宣帝 所以在当时的西北 可以说是非常有名望 威震西北 当时的匈奴 还有朱枪 都知道他的大名 那汉宣帝呢 对于这位老精军 毛遂自荐 主动请应 也深为感动 他也感觉到 派老精军前去 应该没问题 所以后来呢 赵宠国就带领数万军队 开始了 为国排难 为军非忧的 青海之行 老将军带着这数万军队 采取稳扎稳打的 这样的一种战略战术 秘密地渡过黄河 在仙灵枪不知情的情况下 对于西宁进行了 突然的包围和袭击 一下子 就把仙灵枪的主力部队 给解灭掉了 解灭掉之后 那么赵宠国将军 重新夺回了西宁 仙灵枪呢 就带领圣渝的这个部队呢 逃到了青海的西部地区 在这个时候 朝廷上下 就出现了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 赵宠国将军应该带领 军队乘胜追击 彻底歼灭 仙灵枪的这些参与部队 而赵宠国将军 则不这样认为 他说 说穷寇勿追 况且仙灵枪呢 还保留一部分军队 另外呢 说汉朝的军队 对于青海的西部地区的 地形地貌都不太熟悉 不太熟悉的情况下 那么作战起来 就没有绝对的取胜的把握 所以他建议 建议什么呢 留下一万左右的步兵 在西宁周围布防 而让数万骑兵撤回到中原地区 我们知道啊 这个仙灵枪呢 也是属于游牧民族 他们呢 也是马背上的民族 他们作战呢 也是靠骑兵 而赵宠国将军主动提出来 步兵留下来 把骑兵返回中原 是不是有点老糊涂了 其实不然呢 老将军对于西宁周围 进行了考察 他发现呢 这块区域 由黄河和黄水 形成了一个天然的谷地 就叫河黄谷地 这个谷地呢 比青藏高原的 其他的地方的地势要低 而且呢 土壤肥沃 灌溉便利 非常时宜人居和龙沟 所以赵宠国将军就想 如果说在这个地方进行军囤 那么就可以达到多方面的目的 所以后来呢 赵宠国将军为了说服 汉宣帝和其他的一些 持不通意见的一些朝中大臣 专门就给朝廷上了一道奏章 提出来 留下这一万左右的步兵 在这个地方进行屯田的 所谓十二利 也就是说十二条利益和好处 主要包括什么呢 你比如说 以守为攻 我们这个地方呢 守起来 守起来以后呢 在周边布防 外面的先灵枪 攻不进来 等待先灵枪 以其他的一些部落之间 产生矛盾 甚至他们自行瓦解 以守为攻 第二呢 以德服枪 在这个地方安静下来以后 又可以收服这个地方的人心 让当地的一些枪组 包括汉地过来的老百姓 都能够感觉到 享受到这种安定的生活 以德服枪 还有呢 就是以农养战 通过这个地方 可以解决大军的粮食供应问题 这样的情况下呢 就可以节省从内地运送粮草 造成了巨大的浪费 然后 是以兵户农 留下来只一万左右的步兵 又可以保证 河黄谷地的安全 最终呢 达到兵农结合 保证青海地区的整个政局稳定 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思路 是富有战略眼光的 一个长远的一个思路 汉贤帝呢 最终接纳了赵重国将军的建议 就留下来一万左右的步兵 那骑兵就没有用了 就返回到内地 赵重国将军呢 就利用这一万左右的步兵 开始开墾荒地 然后进行灌溉 然后引渠 然后把这块区域逐渐逐渐地 开始了一个浓耕的 这样的一个改造 根据史书记载啊 赵重国将军仅仅仅在 河黄谷地待了一年左右的时间 后来就返回到中原地区 接受新的人命了 但就是这一年左右的时间 它开墾了两千公顷左右的土地 拉开了河黄谷地的 龙耕文明的大墓 后来在汉朝晚期 一直到后来的隋唐明清这个时期 河黄谷地不断地进行 龙耕文明的开发 所以就变成了黄河上游最大的一块农耕区域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赵重国老将军对河黄谷地的改造 是具有深远的 是影响的 把这块土地变成了一块农耕文明的宝地 而这块宝地呢 也逐渐地吸引了 来自于丝绸之路上的一些商人 一些僧侣 使者和旅行家 他们的目光和他们的脚步 追溯西宁的思路故事 还得从76枚神秘的钱币说起 1956年 在西宁市黄庙街 一个施工队偶然发现了76枚波斯银币 经专家鉴定 这些波斯钱币是五世近末 作为商品的等价物被叫藏的 消息传出 立刻引起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 那么这76枚银币的背后 究竟隐藏了什么秘密 在1956年的时候 在这个西宁的青海省的这个粮食厅 他们在西宁的黄庙街这个地方 进行施工的时候 挖出来了76枚银币 经过初步的鉴定啊 这76枚银币 属于遥远的波斯的银币 时间呢 大概是五世纪 我们大家知道啊 这个波斯啊 大概相当于今天的伊朗的这个地方 离西宁呢 有数千公里之遥 那么五世纪 也就是说 1500年前的这些大量的银币 怎么会跨越数千公里 从波斯来到了西宁呢 那这个问题呢 因为当时西宁这个地方的文物和考古学家 他们翻遍了文献 解答不了这个问题 所以呢 想到了北京的一位著名的考古学家 就是夏奈先生 夏奈先生呢 其实当时也已经关注到 西宁这个地方 发现76枚银币的这种情况 他也想搞清楚 这批银币的来龙去脉 所以后来呢 当西宁的考古部门 求助于夏奈先生的时候 夏奈先生 开然应允 但是因为当时呢 交通不方便 他不可能亲自到西宁 看到这些银币 所以呢 就让西宁的朋友 把这些银币 拍成照片 做成踏片 给他气到北京 气到北京之后 夏奈先生就对这些银币进行研究 研究之后 结合文献 结合他广报的学识 就发表了一篇 震惊国内的考古学的文章 在这个文章中呢 他提出两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 他说啊 这批银币从考古学上来讲 它应该是属于一个教藏 这是考古学上的一个名词 教藏意味着什么呢 它就不是零星的发现 不是说在这个地方发现了一枚 或者两枚 零星的发现 有可能是后期遗落 但是这个 这么多集中的76枚银币的发现 这个教藏意味着什么呢 发现的时间 与银币铸造的时间 大概是几乎同一个时期的 这相距不远 这是他的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 他认为 从这些银币的形式和银币上的图案 他进行分析 说这批银币是波斯的萨山朝 北路斯国王时期的银币 那时间已经搞得非常准确了 五世纪 相当于我们国家的 北魏孝文帝改革前后 这个时间段 那么在这个时间段 根据文献记载 我们发现 这个波斯的萨山王朝 北路斯统治时期 当时的波斯相当的强大 他向西与东罗马帝国争雄 向东与突厥这个王朝进行联姻 联手 所以说是左右风源 是中亚西亚这个地区 一个强盛的帝国 所以当时波斯的货币 就是这个银币 就相当于当时的国际货币的地位 在丝绸之路上流通横广 那么夏奈先生得出结论 说这批银币 很可能就是从波斯 经过商人 或者说使者之仇 然后流落到西宁 而且史料中 夏奈先生还发现 当时的北路斯王朝 对于中国的文化 非常的掩误 他平时也穿丝绸的服装 而且在他统治时期 曾经派出使者十次 然后从遥远的波斯 来到北魏的都城 平城 也就是山西的大同 访问北魏这个王朝 所以呢 就有大量的使者和商人 来往于丝绸之路上 那么这批银币 就是这样留存在西宁的 由此夏奈先生 进一步指出 从这批银币的发现 可以推断 青海这个地方 应当是丝绸之路的 精行之地 而且西宁 应该是古代丝绸之路上 一个重要的节点 而在这个过程中间 夏奈先生发现 当时的确文献上 也有相关的记载 而从传统上来讲 我们说一般 丝绸之路是从长安 然后过了兰州附近的 黄河之后 进入河西走廊 然后再过了东黄 进入西域 夏奈先生指出 除了这条道路之外 还有一条 稍微靠南边的丝绸之路 这条路的走向是什么呢 从西安出发 在兰州附近 过了黄河之后 不是直接进入河西走廊 而是转到青海 到西宁 因为这条路线 要经过青海 后来在考古学界 就被命名为青海道 或者叫羌中道 土于浑道 而这样的一个发现 可以说是石破天津 为什么 因为传统的观点认为 青海是丝绸之路 不经过的一个省份 西宁也不是 丝绸之路的一个节点 但这个结论公布之后 就是西宁逐渐地走入了 丝绸之路研究者的视野 唐僧取经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传奇故事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就在唐僧取经200多年以前 也有一位高僧大德 沿着丝绸之路到印度取经 与唐僧不同的是 这位高僧大德走的路线 是青海道 在同时期前后 西域的商人和使者 也沿着同一条思路 从相反的方向到我们国家来 他们从西宁路过 在西宁停留 都留下了怎样的足迹 那位跨越山川大德 去到遥远的印度 取经的高僧大德 又是谁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啊 唐僧取经 曾经在丝绸之路上 是一个传奇性的故事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就在唐僧取经之前 220多年以前 还有一位高僧大德 就已经在唐僧取经之前 沿着丝绸之路 到印度去取经了 而且他走的路线 就是青海道 这位高僧大德是谁呢 他就是法显 法显是东晋时期的一个高僧 三岁的时候就出家了 出家之后呢 辩访当时国内的一些高僧大德 而且阅读了大量佛教经卷 所以很快就成为知名的高僧 但是后来他发现呢 国内很多的这个佛教的 翻译过来的一些经典呢 很多地方翻译的不一致 而且呢 甚至有互相矛盾的地方 所以他就产生了 要到天主 也就是今天的印度 去取经的 搞清楚这些佛教经卷 来龙去脉的 这样的一种想法 而这个时候他已经到了 年遇画家的年龄 仍然不顾高僧 从长安出发 约了几位僧人 就踏上四周之路 但在这个过程中呢 有一些僧人因为害怕 一路的艰辛 中途就返回了 还有一部分呢 因为在路上动恶而死 而发现呢 克服了这些艰难险索 终于到达了印度 后来他在印度呢 待了十多年的时间 由于思念自己的祖国啊 一直就想着 学成之后还要回来 所以呢 就谢绝了 当时印度的很多寺院 让他住持的这种挽留啊 而乘坐一条商船 从海陆 沿着海上四周之路 返回了我们国家 到了东京的都城 建康 也就是现在南京 在那里 传经 都道 而且呢 他把自己在印度 十多年的经历 写成了一本书 叫佛国纪 成为四周之路 一个非常珍贵的文献 所以我们说啊 这个唐僧的取经 跟法显的取经 非常相似 连来人都是高僧大德 而且都克服了 艰难险阻 最终取回了真经 弘扬 佛法 但不同的是 法显的取经 比唐僧 早了两百多年 所以应该说呢 是唐僧学习的榜样 另外的一个不同 他们两个人走的路线不一样 唐僧取经 走的是传统的四周之路 从长安 在兰州附近过了黄河 沿河西走廊 到了西域 而法显呢 在兰州附近 过了黄河之后 就踏上了青海道 然后到了西宁 在西宁呢 稍作晴流 补充激阳 然后沿着大通河武 进入到河西走廊的张叶 然后又到了东黄 然后其他的路线呢 就与玄奘走的 又重合了起来 所以当年的法显 就走了这样的一条青海道 经过了西宁 而又发现 从我们国家的中原 走向西域几乎同时 比它稍晚一点 又有很多西域的商人和使者 沿着相反的路线 经过青海道 来到我们国家 而且令人意外的是 我们还发现 就这些西域的这些商人和使者 他们来到西宁之后 并不是按照传统的四绸之路 跨过黄河 然后到了长安 而是从西宁 从西宁折到四川盆地 沿着敏江河谷 到了成都平原 然后进入长江流域 这也是一个 青海道里面 考古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 根据旭高僧传的记载 南朝凉的时候 有一个西域的 这个康国的商人 叫康僧仙 他就是沿着 这条青海道 从南江到柴达木盆地 翻越日月山 到了西宁 然后沿着敏江的上游的河谷 进入到敏江的下游 到了成都平原的成都 到了成都之后 就在那住了下来 做珠宝生意 从成都 然后到南京之间 贩运珠宝 这个珠宝生意 就是这个康僧仙 发了大财 后来记载 数年之后 他的财富能够装满两大船 当然他的商船都是非常大的 能够装满两大商船 加资达到数十万贯 这个贯是古代的 一种货币当类 万贯加财 那就是相当大的一批财富 而这个康僧仙的资财 积累了数十万贯 可见他的财富之多 还有一个记载 据这个隋书记载 也是在南朝梁的时候 有一个西域的 河国的商人 他叫河系湖 我们听他的名字 系湖 湖 那就是湖人 证明是一个湖商 也沿着这个青海道 到了成都平原 然后住到成都附近的 匹县 那匹县呢 今天属于成都的一个区 坐在那之后呢 做什么生意呢 做金箔生意 沿着成江的上游和下游 来贩运这个金银 还有淑锦 当时的丝绸 所以后来呢 到了他的儿子 这个河妥的时候呢 历史还记载 他让他弃商 从学 参加科举考试 后来呢 做到了隋朝的国子 祭祉游 教育部门的最高长官 帮助隋朝的教定音律 不仅是一个教育家 而且还是个音乐家 我们说为什么 当年的法显 还有后来的康丰仙 还有这个河系湖 他们会选择这样的一条道路 为什么没有走河系走廊 我们说河系走廊呢 这个地方 应该说道路是平坦的 而且有大量的绿洲 可以进行补计 但是我们大家不要忘了 当法显西行和康丰仙 以及河系湖 他们来到我们国家的时候 正好是卫星南北超时期 而河系走廊呢 被一些割据政权所占据 动荡不安 所以呢 当时的法显和康丰仙 河系湖没有选择走河系走廊 而是走了相对安定 战争相对比较少的 西宁的青海道 而且康丰仙和河系湖 他们为什么没有到中原呢 而中原这个区域当时的时候 也是战争拼人 战争不断 而南方相对比较安定 所以他们就选择走青海道 经过新营 然后到了江南这个地方 做生意 我们知道啊 其实我们早期的时候 中国并没有康这个姓 河系也很少 而这个康姓和河系呢 都来于西域的一个小国 康国和河国 在史书上呢 被称为所谓朝五九姓 九个姓的小国 还有什么曹国啊 米国啊 安国啊 后来呢 康丰仙 河系湖 他们来到我们国家以后呢 就以国为姓 与汉族通婚 所以今天呢 就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的 一个组成部分 但是呢 因为我们中国原来的时候 没有这个康姓 河系也很少 所以长江流域 现在这个康姓和河系 说不定有一些人 就是康丰仙和河系湖的后代 或者说跟他们 有一定的学员关系 我们说 无论是法浅 无论是康丰仙和河系湖 他们经过青海道的时候 都要在西宁做情流 进行补充 歇歇脚 穿穿器 所以西宁这个地方 实际上就是 青海道 一个物资的集散地 一个商品的 交易的一个树林 这样长此以往 就促进了西宁 这个城市的繁荣和发展 而且这个青海道呢 一直繁荣 到了北宋时期 北宋的时候呢 这个河系走廊呢 被党项族建立的一个政权 西夏所占据 西夏占据了这个河系走廊之后 对来往的一些商人 征收重税 所以呢 很多商人呢 就走这个青海道 直接从这个南江 进入到了西宁 在西宁这个地方 做生意 而西一个城市 由此 就受益良多啊 所以史书里面就有记载啊 说因为当时的青海道 要经过西宁 大量的商人来到西宁 所以西宁那个城市呢 就逐渐逐渐 繁荣发达了起来 成为丝绸之路上 一颗耀眼的明珠 那么下一节 我们将进入河系走廊 请看下集 《思路咽喉》 广东 谢谢大家 我王辞